載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來到自在人生大學堂 我們討論世界文化遺產 今日討論哪裏 這個地方很遠 所以我未有機會去過 南美當然很大 有很多國家 很多不同的文化 我身邊這位朋友 她是去過南美 而且很多人都想去的秘魯 或者有些人都去過 但她也很大 而且去南美要去其他國家 好像很趕急 我要問問我身邊的張善儀 她是香港康民署博物館專家顧問 負責研究和教育 張善儀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你去南美的時候 去了多久 要不要特別安排自己 調過工作才能去到 我去了五個星期 超過一個月 好開心 工作就不用 因為我基本上不工作 去南美一直都是我的夢想之一 因為我曾經去過墨西哥 我很喜歡 墨西哥還是北美 他們整個都是拉丁美洲的文化很接近 所以我當時很想去南美 你只是去秘魯嗎 我去了阿根廷 還去了伊瓜蘇瀑布 在阿根廷和巴西中間 去了一日烏拉圭 那些行程都很緊密 超級緊密 因為難得去到這麼遠 但那些國家很大 那是不是飛機和機程都要預算 機程要很長 由香港過去 基本上都要坐二十多小時 無論如何都 但就算在當地的交通時間都很長 我記得我在阿根廷那裡 由布羅勒斯艾利斯去世界自然文化 世界自然遺產 一個生物很豐富的地方 都要坐十多小時的車 真的很遠 是巴士 所以我們今天主題 打算設定多說秘魯 秘魯有很多世界文化遺產 大家上網看一看 你也發現多到數不到 剛才我問張善儀 很多地方未必有機會會去 有些很遠 對 而且它很分散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文化 我們所知道的 只知道人家帝國 知道什麼馬雅文化 已經知道很多 但你去到他們的博物館看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考古學的文化 在安帝斯山和沿海 很多地方都有 你根本沒有可能去到這段時間之內 所以你當時去秘魯 是怎樣幫自己設計的呢 去哪些地方 以及怎樣坐車 是否早已安排好才去的 一定要盡量提早安排好 因為我當時是一個人去的 所以也聽到很多 去秘魯很危險 會被打劫 會被人搶 之類的情況 再加上一個人的時候 我更加覺得如果不及早安排好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到時會怎樣 但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不想浮泛 在這個地方去那個地方 從那個地方去那個地方 大家多數都是去那幾個地方 富斯科 即是Cuzco 然後在那裏去Marchu Picchu 馬尾比丘 然後在旁邊去Puno 去滴滴卡卡湖 就是所謂最高的那個淡水湖之一 然後再回去 就是去一下利馬他的首都 因為你飛走 你都要在那裏去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這幾個行程 基本上我都是 因為我都不夠膽去搞那麽多東西 因為萬一搞得多 就是搞死自己 就是很大件事 但是當我去找這些地方之間的交通的時候 我發覺就是要是我就坐飛機 即是如果由Cuzco回去利馬 我一天就坐飛機 如果不是我就要坐巴士 那坐巴士我就會很害怕 即是如果一個人坐巴士 那結果呢 我去考慮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讓我做客戒人冒免的很多個深夜 終於找到一件事 是一個巴士 很聰明的做法 是由一些外國人去經營的 他就知道太多人說 在秘魯和在玻利維亞會被人打劫了 所以他專門開一條旅遊線 那些巴士呢 你可以預約那些巴士的時間 隨時上落 你只要上網告訴他你什麼時候上車 告訴他你在哪裏下車 他就會逐一暫停 然後帶到你經過很多主要的地方 即是遊客巴士 大家都安心一點 是的 很多都是背包客來的 不是富有遊客 是背包客 還有他安排得很細緻 因為他這樣 他的車經過 當然可以在Cuzco 可以去Puno 但也會在中間 再要經過很多地方 才能去到尼瑪 因為車程很長 結果我去多了很多地方 我從來沒有車看過 我會看納斯卡地線 納斯卡地線 傳說中外星人在地上 畫了一些線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畫一些蜂鳥 畫很多動植物 我沒有想過我會去這個地方 結果我因為那輛車 所以我經過過 然後有一個城市 原來在秘魯 是很有名的 叫Ariquipa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城市 我從來沒有想過去 我也因為這個車 所以去了 而非常喜歡這個城市 也看到很多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東西 還有其他一些小的地方 包括那個曾經為了小鳥的糞便 所以跟智利、秘魯、玻璃偉 打了一仗 那個小島那些地方 也去了 所以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不投降 不肯就這樣飛去就算了 坐一輛飛機 在上空經過就算了 結果我經過找到這輛車 我去了很多我完全想不到的地方 那在時間上有沒有影響到你的行程 不會 雖然最多會多兩三天 因為我不會停很多 他也會停那些地方 但他的時間安排得非常好 基本上有些地方你停一停 有些地方你可能多住一兩天 我本來都有35天的時間 所以我最後度完之後 調動一下 是可以的 嘩很厲害 那你回來之後 那些朋友有沒有說 要你寫一個行程給他們參考 我想很少人想去南美 真的嗎 大家聽到飛機已經怕了 因為很多人請不到假 如果不用工作的人 又退休的人 可能又說老骨頭 他不如坐郵輪 或者他在香港參加一個旅行團 又怕辛苦 很少人會自己去 骨頭上是否真的那麼辛苦 其實看看你怎樣 如果你經常坐飛機 飛來飛去也沒什麼所謂 不過坐飛機也要時間 對呀 都要出出入入 對呀 始終都是長時間的旅行 因為你飛到那麼遠 又不肯短時間 在這兩三天走回來 對呀 唯有不買手信 絕對不買 那行李便可以輕一點 而且老實說 如果你退休的話 你也不用急著趕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在很多地方 停留的時間長一點 嗯嗯嗯 所以南美是值得去的 絕對值得 但你剛才說 譬如找到一個旅遊巴士的路線 就很好 我知道一會兒你講一下行程 的時候 你裏面也有講到 譬如有參加步行團 有些地方原本乘飛機去 改搭火車去 其實用不同的方式去到旅遊 可能都是原本不是預計是這樣 但是到當時發現到 都是有很多特別的經歷 是啊很好玩的 我非常之喜歡南美的旅行 剛才說的步行團 也是一個超級好 而且我在世界其他地方 我都喜歡到處去 剛剛才去完摩洛哥 經常到處去 我到處去 我都沒有見過 有一種步行團 城市步行團 是令到一個新去當地的人 可以比較深入認識一個地方 不需要擔心安全問題 而且你也不用擔心經濟問題 你也不用擔心質量好不好 是的 我覺得這點是很好的 那你那些步行團是一對一的 好話團來的 不是的 很有趣的 你在網上 你就找 譬如我Cuzco 我要找步行團 Walking tour 或者利馬首都 我找Walking tour 或者在布爾諾星亞利斯 你也可以這樣打進去 這樣就會有得出來 我初初都是這樣 我是打算付錢的 我不是打算不付錢 通常遊客參加的團 都是要收費的 是的 如果要付錢 你就要比較 誰怎樣怎樣 看什麼什麼 但是我發現他們原來是不付錢的 即是你不用在報名之前去付錢 是 而他只是在一個大城市的某一個集中的地方去 譬如假設說 香港就在皇后帳廣場集合 是的 你去到香港 你都會去皇后帳廣場 是的 所以你一定去到的 你不用擔心自己會死了 然後去到集合之後 他也不用擔心人 因為沒有需要報名 他就會幾點鐘開始 他就會開始走 走他就沿途說話 說到最後 他們不是不收錢的 但是你自由地付 歡迎你付 歡迎你付 自願付 你喜歡付多少就付多少 我見過有人付散子 也見過有人付大子 付散子的位置可能是比較窮的地方 他也不需要因為付散子而覺得很慚愧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之好 是的 還有就是乘火車 待會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問你 在哪個地方是乘火車 哪個地方是行步行團 我們待會再分享你的旅程 以及剛才你提到的事情 很多地方都是看世界文化遺產 好像去南美 其實大部份行程都可以看到這些歷史很悠久 已經在很多不同的年份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將它已經列入文化遺產 要重點保育 有一個譯翻作中文 是最古老的山峰 就是馬丘比丘 你說一次那個英文還是南美文 我都不知道它是甚麼文 我們不斷亂叫 還叫Machu Picchu 我都聽過人這樣讀 但我們當它隨便讀 是英文 這個馬丘比丘 大部份的遊客都會去 因為它是印加帝國的其中一個古都 還有在深山裡 還要在深山的山頂 1983年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 是的 它比較早發現之後 一直都保存得比較完整 在山上 地方不是很大很大 但最主要就是在這麼高的地方 而且它是用石頭建的 所以作為一個建築 也挺宏偉 為什麼這麼高也可以乘火車去 其實我們只是去到山下 哦 然後是行山 你可以行山 你可以像古人朝聖 走進去 你走幾天 我事實上在當地 遇到一些外國背包客 他們走幾天 我問他走得辛苦 他說走走走 因為大家知道秘魯是會種 高山症 不是的 不是高山症 是種的我們認為是毒品 噢噢噢 但是當地人來說 其實是他們經常吃的 噢噢噢 他說那些導遊 帶著他們走走這些路 導遊都會給他們吃 噢噢 我問他有沒有作用 他說都會有 醒神的吃 是提神的 噢噢 他說走得很累 沒什麼氣的時候 導遊就會給他吃 不過他說當然不是好吃 是苦苦的 嗯嗯 去到這個這麼高的山峰 有什麼感受呢 是否可以在當地認識到很多 那個叫什麼 馬雅文化 人家 人家文化的特色 我想我們這麼匆忙 尤其是我們對南美 對秘魯 整個安地施生物 其實我們不算很了解 其實都是一些遊客打卡的情況 如果你真的要很了解 其實你真的要看他們很多東西 首先他本來就要由一個叫Cuzco的古刀 又是一個古刀 人家的古刀 再進去那裡 那你就坐火車進去 進去 進去到一個Machu Picchu的湯 那個湯本來有另一個名字 不過我也忘記它是什麼名字 大家都叫它做Machu Picchu的湯 我就照樣這樣叫 去到一個小湯 然後第二天再坐巴士 上山那裡 巴士就不是說上很久 不過因為遊客很多 所以你就一定要及早去和排隊 時間把握都很重要 不是可以睡到自然醒 要安排行程 你要及早地想想 除非你有很多時間 你去南美去Machu Picchu 可能只是去一天 那個地方又這麼出名 所以很多人都是鬥早 然後上去 天氣的變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有時會下雨 如果下雨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去高山最頂路 沒有東西看 就是一片煙霧 但你去到那天 如果下雨 你都只有去 因為你下個行程 已經扔在後面 不然又錯過了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最初都很緊張 因為當你去南美的時候 你只聽過最大的景點 你的心裏就會 我希望我看到那些景點 如果你看不到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心裏很遺憾 所以當我在阿根廷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不斷打聽 Machu Picchu的天氣會是怎樣 結果給我全部都是下雨 還有時是淚雨 但我真的怎樣調動 都調動不到 即使我調前調後幾天 都調不到 因為他都是下雨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最初都很憂心 我去到什麼都看不到 結果我在那裡 碰到 在阿根廷碰到一個深圳的人 深圳的老人家 他剛剛去完 他在這裡安慰我 他說不用怕 去到你應該去到的 我心想你這樣說你是安慰我 你怎知道我一定去到的 他說我們的飛機在Cuzco降落的時候 還說雷雨 雷暴 結果我們翌日也上去 什麼事都沒有 有這樣的 我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一種安慰 結果我去到秘魯的時候 我去到阿根廷國秘魯 一去到秘魯 我就馬上衝到火車站 要買火車飛 因為要從Cuzco去Machu Picchu 那段是火車來的 我就走過去買火車飛 打算什麼都定了 結果一看到有個牌 說那些火車罷工 又影響你 除了天氣之外 很多挑戰 這次真的太大挑戰了 但我就問那個賣票的人 我問那怎麼辦 我怎麼辦 他說你哪天去 我說過兩三天的日子 他說不要緊你買 他說他們到時應該不罷工 我唯有信 什麼都好 然後我就買了一張票 真的坐那段火車去 如果你不坐那段火車去 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走進去 就是要照顧古科夷 才能走進去 走幾天 但我就坐火車進去 那個火車是專門給旅客的火車 所以車費比較貴 但是整個車廂很乾淨 上面是玻璃頂 很大的窗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整個感覺很好 而且他們還會給你一點點心 藍美式點心 都是普通的蛋糕 或者柱子類的東西 但是有杯茶 有點心 我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在這樣的環境 我都會放鬆了一點點 沒有那麼緊張 擔心 然後坐那輛車 來回那一程 都是坐那輛火車 聽說火車上也有其餘 是呀 我回來的時候 當然是盡量惹回 玩到盡 當然 回來那一程的火車 照樣地 姐姐仔會推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吃東西 外面都黑了 大家都沒什麼好做 就回到Cuzco 各山公西走路 之類的東西 不過我旁邊也有一個墨西哥的人 都跟他聊聊天 挺好玩 在他來說 我問他對Marchu Picchu有什麼印象 他竟然跟我說 這些東西墨西哥很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說得這麼有名 他自己多了 就是因為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對我來說 我沒有需要理會他 是貶他或是讚他 但我也聽多一點一個角度 然後他就跟我說很多話 他跟我說 他說他覺得英文太硬了 雖然他跟我說英文 英文太不好玩了 太不美妙了 他說西班牙文美妙很多 因為整個秘魯和墨西哥 很多人都是說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是他們的語言 他會這樣說 說很多話 最後我們談到長城 因為他想來中國 想去長城 就是文化交流 聽過Great War 我們就談這些事情 聊一聊的時候 因為段車程都比較長 吃完東西都沒有東西 開始好聊 突然間原來有些歧視發生 在我的座位的走道 那個通道那裡 突然間有一隻霧神神的東西 伸了頭出來 但我發覺我不是第一行 後面有很多人已經見過他 沒有人大喊 沒有人嘩 我也沒有嘩 差點嘩 可能是想的 然後發覺有音樂 然後他們在表演 有表演看 對 那些表演的是什麼人 就是剛才推給我們吃的哥哥姐姐 他們又認得我 我們又認得他 他都會覺得有點尷尬不好意思 但他們在表演 他們在表演什麼 他們在穿一些 有當地特色的 但是時裝的 衣服 羊毛的衣服 因為當地的台羊毛很有名 穿這些衣服 換給你看 諸如此類的 有披肩 有外套 有衣服 有帽子 不斷去換給你看 好像一個 劇獲 對 有這樣的感覺 時裝表演 又有些音樂 你覺得很好玩 而且很熱鬧 整個車廂裡面 所有人都很開心 包括看的人 和表演的人 都會很開心 然後那些衣服 可以賣 順便又銷售一下 實在還有人買 對 我也買了一件 因為我的墨西哥朋友 在旁邊的人都買了一件 你在那種氣氛裡面 你會覺得很開心 這個也令我覺得 南美 其實他們人民的性格 真的很開心 無論阿根廷也是 無論秘魯也是 你都會看到他們 就算生活條件 未必絕對地 你認為這麼理想也好 他們整個氣氛都很開心 我甚至衝進他們的一間教堂 在那裡看他們 熟米因為是天主教國家 他們已經寫得不好拍照 但我最後忍不住 我在好遠地 收拾地拿手機出來拍一張照 是甚麼呢 神父在彈結他 然後跳了一隻斑點狗出來 一人扮 講道理的時候 這麼可愛 所以太好玩了 我真的忍不住拍一張照 真的那個感覺 大家不去應該想像不到是怎樣的 要去到才能感受得到 你剛才有提過的 那個納斯卡地線 即是說 要在飛機上空看下去 才能看到一些很大型的 怎樣說 在坊地上面 一些線條 一些線條畫出來 勾勒出來 看到一些植物 雀鳥 不是植物和雀鳥 是植物和雀鳥 是做出來的 是畫出來的 用那些線畫出來 封鳥 有些東西去看 究竟這麼大型的類似畫 是甚麼人畫出來 會不會是外星人 另外就是 為何他這麼多年來都在 他又沒有被風吹散 下雨 曬太陽 又不會有改變 其實我本來沒有想到 要去這個地方 所以我完全沒有查到 他任何的資料 但我剛才說的 那輛車 經過這個地方 他也沒有說過 停在那裡 然後告訴我們 我們爬上去 一個搭起 大概有兩層樓高的 一個塔 一個木塔 尿摩台 沒錯 更準確 給一元美金 你便可以爬上去 便可以看到 三四個納斯卡地線 不然你便坐飛機 坐飛機便可以 坐飛機很貴 即是鬥一圈肯定很貴 貴很多 我又不知道飛機是否安全 不知道會怎樣 亦都沒有什麼時間 你現在只有一輛車經過 給一元 我每個人都爬上去 我便爬上去 爬上去 拍張相片 然後下來 你也會覺得 滿足了一個 看世界文化遺產的心願 那感覺是怎樣 他在1994年是世界文化遺產 他做了文化遺產之後 更加是保育他 更加不會被人搞到那些地線 那感覺是否真的 那些地上的畫是很大型的 其實應該這樣說 第一 那裡是荒幕 一個草都不生一條 差不多的地方 不過有條公路在那裡 可能遠遠地有一點點生 所以地是很大 一個很大的平原 很大很大 所以我爬上二三樓 我爬上二樓的遼望塔 看幾個 實際上他絕對不是這樣的數目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他的大的情況會是怎樣 但我覺得最好玩 是爬下來之後 坐在旅遊巴那裡 然後再看那條地線 然後才發覺 就在你旁邊 然後你發覺 原來是很薄的 面上有一層黑色的石 然後地線就是白色的部分 就是拿走那些石 可能拿走那些石 就是一層的石之間 就造成那些地線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 咦 那豈不是很容易懶 是很容易搬走 你走進去踢幾腳 他就已經被你踢爛了很多 或者一隻小狗踩進去 就踢花了 不過幸好那裡是沒有什麼人的 所以 這是令我挺驚訝的發現 由最初那個文明的人去做這件事 直到今時今日為止 這個地方竟然沒有擾動過 沒有擾亂過 所以我對那裡怎樣產生這件事 其實也挺有興趣的 不過秘魯實際有太多文化 所以你沒有辦法知道 後來我再查一查資料 我知道那裡附近 其實還有其他考古為止 真的有些文化 古文化在那裡 在那裡 只不過那裡不變 那些地線沒有變過 那些古文化究竟是什麼 如果再深入去 你還可以查到很多東西 但是聽說 你剛才說最近有過交通意外 有人撞進去 應該是說我回來之後 我看了那一種 我回來之後 在香港的報紙 幾個月之後 香港的報紙的布屁股 就看到一段新聞 即是最尾一段仔 這些花邊新聞 就說一個當地秘魯的貨車司機 總之不知怎樣交通失事 就撞進去 你可以想像 一定是其中一個 崩了 那輛車這麼大 也不僅少少崩 可能要撞緊一點 其中一個肯定是受損 那個司機肯定判了幾厲害 他可能覺得自己很無辜 不過破壞文化為產 對 對 所以大家想像到 現場有多宏偉 那些地線或地畫 有些人說 這個叫做納斯卡地線 另外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巴士路線遊 也有去到一個火山城市 是呀 我去了一個叫阿里吉巴的地方 阿雷吉巴 阿雷吉巴 是阿雷吉巴 一個老城區 我們聽都沒有聽過這個城市 是嗎 沒有聽過這個城市 原來它是整個秘魯的第二大城市 人口可能不算是很多 百多萬 在香港來講 我們迫慣了 就覺得它很少人 但是當時 你會看到這個城市 都幾大 幾多屋 當然它沒有摩天大廈 但是在一個比較古老的城市 十六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 而且最好玩 就是在一個城市 很近很近的地方 等於我們看著太平山 就有三個大火山 而這三個大火山 曾經爆發過 而且它一路進去 還有一個大的峽谷 圍繞著那個大峽谷 有八十座火山 嘩 首先那個地方真的很大 那個城市 城市本身就不一定是 它是在一個大的峽谷旁邊 噢 OK 那個峽谷裏面 也有很多火山 但是火山是不是景點來的 有客人去不去的 有些人 如果你的體力好 你可以參加一些爬山團 去上去 我當然不去 我怕不去 但是在火山上面 其實後來 不是後來 九十年代 曾經發現了 是祭火山的 女生 男生 是小孩子 十一二歲 十二三歲 是在火山頂上 被他們掘出來 噢 而且當時 亦都在 阿里吉巴那裏 因為在他附近那裏 掘出來 就是成立了一間 很小的博物館 博物館不是很大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走過 不知道 但是你會知道 那裏是一個博物館仔 然後他整個主題 就只是剪火山和祭火山的發言 即是用人來祭火山 對 差不多我們河伯 取婦 把小孩子放進黃河 諸如此類 但是他們是祭火山 你想想有幾個 碎火山也好 活火山也好 在你旁邊 你都希望他不要爆 乖乖地 但是火山底下 就是很富庶 很肥沃的地方 所以也會聚居很多人 你經常都希望可以不用有事 所以就用小朋友去祭 是的 但是我進去看博物館的時候 我都很感動 因為其實那些小朋友是貴族 他們的父母 或者他們自己 可能覺得被損傷 竟然是一種榮譽 保護這個土地 是的 第一個掘出來的那個女生 是在火山最高的位置 然後呢 後來掘出來之後 然後才在火山再下面的地方 找到其他的男子和女子 在不同時候祭火山的那些人制 為什麼他會在特別高的位置呢 因為他的身份特別高 哦 結果呢 而且他的發現也很有趣 就是一個美國的考古學家 就是他的體力比我們好很多 他就去爬火山 爬到上去的時候 因為天氣變化 竟然溶雪 那麼多年他都是冰封在上面 但是呢 因為天氣開始變化 竟然在九十年代 他爬山那次 竟然有一塊東西滾了 全球暖化 滾了他的腳邊 滾了他這個考古學家的腳邊 他不知道什麼事 於是就看看 咦 覺得有些東西 立刻在下面叫人上來 然後將他整包完整地拿進去 拿進去之後 後來再研究 才知道原來是人制的情況 然後再去挖其他地方 嗯 即是由他開始的 這包東西 後來也拿到美國John Hoskin 做各種分析研究 所以在展覽裡面 你看到他們打開這個包 那個女生整個躺在那裡 有皮膚 不是木乃伊 是濕的 即是你看到他的皮膚有彈性 還好像他在生的時候 哦 他是一直都在那附近的小博物館 怎麼展出這些人 是 曾經是日本人很早就得到消息 所以九十年代末 已經將他整個拿去日本節 我們在香港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在博物館也應該要努力一下 這些是博物館界的新聞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人都會去的一個火山城市 其實它是二千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很漂亮的一個城市 對 剛才你給我一張照片 很遼闊的一個城市 對 那山很高 沒有什麼高樓 所以很舒服 在那裡 看見人們好像很享受 在那裡休息一下 坐下 剛才我們特地留在首都 在最後一節押軸去說 這個就是1988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利馬老城 是否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它真的很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 因為很多東西看 大家上網找利馬 秘魯這個地方 就會發現建築物很漂亮 第一它是首都 所以它有一些很大的廣場 有些比較宏偉的建築物 然後那裡基本上保留下來 然後有幾個新城區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但是利馬是全世界最干旱的首都之一 最干旱 那豈不是遊客很開心 不會下雨 最干旱不是 是沒有水 沒有水 當地是缺水的 那很辛苦 但是它是在大洋旁邊 對 有個海岸線很漂亮 看到沙灘很多人去 是啊 它不是一個可以讓你好好游泳的地方 但是它是一個滑浪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秘魯可能也產生很多喜歡滑浪的人 是 那是一個這樣的古城 但是利馬都相當亂 基本上是一個拆城 我去的時候 當然我又馬上參加那些免費 暴行團 暴行團 安全 於是他們帶我們到處走的時候 然後走到城的旁邊 在河旁邊 他們都跟我們指著 那邊就是很混亂的地方 那邊就是大家都不敢進去的地方 我幾乎想跟他們說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人 不如我們進去試試 是啊 應該全 不過可能也是沒有 應該有很多爬手 可能也不是這麼簡單 這些都未定 真的有生命危險 所以我們都 但是是一個這樣的城市 所以也有陽光一面 也有它可能有少少可怕的一面 拆城 還有我看到一些旅遊書 說是塞車的城市 小街這樣 經常都會交通很混亂 不過不用怕 它有地面的鐵路 有些好像我們捷運 或者好像元朗那些輕鐵 那些交通工具 所以基本上我都沒有怎樣塞車 還有你也可以截的士 我都坐過的士 由一個區 由一個新區回去舊城 都沒有怎樣遇到塞車 所以都OK 有沒有遇到騙錢 我騙它多些 因為最後一站 我已經很熟悉 已經有點熟悉 已經知道發生什麼 一回事 所以都OK 還有它很有趣 好像輕鐵一樣 我們外地人 我們月台不能買票 如果要買就要買月票 但我們無緣無理由買月票 虧錢 那部部行團教我們 因為我要回到新區 他教我們怎樣做呢 方法很簡單 你就站在站那裡 見有人進去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們 你可不可以讓我進去 然後你把你的程車費 因為去到那裡的程車費 都是一樣的 你就把你的程車費 給他 這樣就可以了 他說他們已經很習慣 給司機嗎 不是啊 給那個入閘的乘客 他說他們已經很習慣 是這樣的 我說行不行 我搞不定 回不去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教我 那個西班牙語應該怎樣說 結果那個西班牙語 都長得離譜 沒有辦法可以 到我回答的時候 已經忘記了怎樣說 不過最後我都回到去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所以他明白 因為他說就是這樣做 你說什麼話都可以 他都知道你說的 不過我第一次失敗了 那個女生不肯讓我進去 因為後來想想 他可能是學生 他可能拿著學生票 所以他沒有辦法幫我 你說廣東話 反正你都聽不懂 那告訴自己 所以是一個挺好玩的地方 但是在利馬那裡 其實有兩間博物館 是很值得去看的 一間當然是他的考古博物館 他整個國家級的考古博物館 這個考古博物館 據說說 哲古華拉在秘魯的時候 曾經去過那裡 停留過一些時間 諸如此類的 這些網路是這樣說的 還有一間私人的博物館 有一間私人博物館 但是那間私人博物館 都相當有名的 而且做得相當好 我兩間博物館都有去看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兩間這麼有名的博物館 他們中間的路程 距離大概步行是15分鐘 很近 很近 但不是一條直路 很迂迴 很迂迴 你夠不夠膽走呢 又擔心 聽說是一個拆城 你夠不夠膽走呢 但你不走 那是不是截車去呢 你有沒有辦法 坐那些所謂輕鐵 它不是一個直路一條 那你又是否截的士去呢 也不知道截不截到的士 可以去 又不知道多少錢 人力車 沒有什麼 自己就是人力車 但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消息 我真的找了很多資料 為了自己安全 看到一個消息很有趣 它就說 你無論是由哪間博物館開始 你一出來 你就會看到地上有條藍線 油漆畫的 藍線 醫院一樣 你一直跟著它走 你便會走到另一間博物館 噢 我最初零個信旗有 八個信旗沒有 出來周圍看 那應該是安全 人人都是對著那條線走 游客 只有很少人 一樣有危險 有幾個遊客會去看博物館 還要兩間博物館都看完 於是只有我一個傻瓜 在周圍看 終於看到 讓我看到真的有條藍色線 那我就去試一下 然後他走 不只是一條直路走到 有時候他甚至過馬路 他不可以在路中間 車路的藍色線 所以你要留意 這條藍線來到這裡 轉到哪裡 原來在對面 隨便跟他再走 我覺得很奇怪 什麼人會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一間是私人博物館 一間是公家博物館 又是 藝術家 誰會這樣做呢?他真的很想來參觀了博物館才會這樣做 然後有人在網上寫給我找到 然後我跟著他走 挺有趣 在走的過程中 有一點點感慨 就是我穿過的地方 我都說 人們說得很危險 所以我走過那條路 經過那些地方 他們說是屬於低下階層 中下階層的住宅區 你就會覺得 糟了 不知道會怎樣 但其實你是穿過一些 有一個小小的噴水池 或者有一個小小的廣場 然後兩邊是兩三層高的屋 然後有些陽台 陽台是種花的地方 我當時心想 如果這些就叫做利馬的中下階層的住屋 我想很多香港人寧願做中下階層 原來的環境這麼舒適 是的 這麼美 這麼好的 我突然覺得 我真的很想錄一段片段回來給香港朋友看 我們是不是真的太過份了? 但你是不是不敢拿相機或手機出來? 不用怕 我從來都沒有被人搶過東西 因為沒有人會搶 我的手機沒有人會搶 放在這裡 你也不會搶 這是我旅行安全的原因 但你剛才說的那些陽台 是不是就是利馬很出名的木黑的陽台? 那些如果你在老城區 會看到更宏偉 我現在的那些可能不會是蜜蜂 它真是通的 通通出來的 如果你在利馬老城看到的那些 就是牧羊台整個遮住了 雕花 對呀 怎麼說呢 整個去到頂墨封了 但是通通是雕花的意思 但是全個都是木的 好像把孫之家斯放上去洞樓中間 可能因為它乾旱 乾燥 沒什麼下雨 牧羊台搞了這麼多年 還有在這裡 這也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呢 我都沒有時間去詳細查 但是最有趣的是 我去沙地阿拉伯旅行的時候 竟然在它的大城市吉達那裡 在海邊 又看到這些牧羊台 又是乾旱的地方 可能是 可能是 而且我問當地人 知不知道秘魯利馬有些東西 但是它竟然是不知道的 大家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大家互相都不知道 然後我最近去摩洛哥 又看到 摩洛哥是不飛的 它也是乾旱的 摩洛哥可能有些地方 但也會乾旱的地方 是一個你未來研究的題材 最好有人回答我 不要讓我自己查 是是是 也很有趣 你應該在那些地方 立刻抓住那些人問 但很多時候都是當地人 一定不知道 因為他們見慣 一向都有 她也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跟她有什麼關係 去旅行 原來都發掘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特別是一些特別的文化的東西 像張善儀一樣 有時會回來繼續搜尋 繼續找資料 可能我找很多年後才有答案 是啊 但沒有答案也不要緊 我覺得你找的過程都是自己學習的過程 是啊 所以今天認識到秘魯真的很開心 好像一起去了一樣 當然大家都可以找在旅遊書 或者上網看一些旅遊網 看到那些相片就會印象更加深刻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張善儀 謝謝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